说到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它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讲文明 助健康 属绿色 重环保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内容是不健康 那么带着这些问题 让我们有请陕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智慧病中心主任 饮食优养副主任 欣宝老师 多请欣老师 欣宝 陕西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智慧病科副主任 硕士商导师 陕西省重点福知学科 中医养生学学科大同人 散伤高血压 肥胖 失眠等各种慢病 及孕产不小儿等 常见疾病的食疗营养高方教 欢迎 欢迎金主任再次做课 据研究说如果你能做到这四个点 那各种慢病的发病率会有效的控制 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发病率 会减少一半以上 肿瘤的发病率会减少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宣言在九十年代提出以后 成为我们健康教育健康促进领域 大家去共同追寻的 推进健康生活方式的四个基本原则 那为什么要说到这四个基本原则 它有什么样的内涵 它的意义对于健康中国和健康陕西而言 都包含着什么样的具体做法 这是我们现在要重点说的 首先从第一个健康基石的健康生活方式的提示 我们要合理的膳食 这点其实非常的关键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很多慢性的疾病 我们都叫它痴床病 真的 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包括肿瘤 那我们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合理的膳食就是希望通过健康的饮食选择 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 让人们预防疾病 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来达到 我们说控制疾病的 不再去想恶变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 那合理膳食而言呢 通过我们中国营养 包括医学领域的专家的不屑努力 我们呢 其实呢 中国人到底怎么样才能达到合理膳食呢 我们也有一个科学的文范指引 那就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 推出来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对 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这个版本呢 就是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版的那个 我们其实膳食指南 总共有四个版本 包括我们2021版 也将在今年正式发布 那就是第五个版本 大家看到这四个 第四个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膳食宝塔 我们把它叫做五层一条路 其实这个膳食宝塔不全 少了 我们叫五层一条路 什么叫五层啊 你看 膳食宝塔就是说的 我们膳食的结构 是吧 第一层是鼓鼠类 两鼓类食物是我们的主食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二百五十克到四百克 第二层是蔬菜和水果 第三层是鱼类 水产类 包括我们说的蛋类 肉类 肉类 就是第三层 第四层奶类 豆类和坚果 最上面是调味品 油盐 应该还有一个一条路 就是每天基本的身体活动量 是六千度 所以膳食宝塔叫五层一条路 管住嘴脉开腿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合理膳食方面呢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里面包含的膳食导塔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 一定要做到食物多样 合理均衡 对 那做好的食物的搭配 比单健 这个求之男性25克 女性15克 这是酒精的摄入 那在这个角度上 很多人说这种红酒 对 喝红酒是很好 养颜 对身体健康 心脑食感 绝对有好处 对健康的理念 传递给更多的人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那到这儿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够持续关注百姓健康 这里是由陕西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 由陕西省健康环境研究 所承办的百姓健康 下期节目 咱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